在对前红色高棉监狱长康克游的审判中 检控方要求因被控杀害数千名柬埔寨人 而判处他40年监禁 检控官之一威廉史密斯星期三 在由联合国支持的特别法庭上说 康克游在1975到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期间 在柬埔寨散布恐怖 康克游别名杜贺 他被控在担任监狱长期间 对柬埔寨一万五千多名男人妇女和儿童 实施酷刑然后处决 他已经多次盗窃 预计星期三出庭时将再次盗窃 康克游对有官指控没有申请抗辩 对他的审判将于星期五结束 特别法庭的法官预计将于明年初做出判决 检控官星期二在法庭上说 他们相信康克游在担任柬埔寨首都金边的 S21监狱长期间 是红色高棉残酷无情高效运作的象征 康克游最多面临终身监禁 柬埔寨没有死刑 在所有被指控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中 只有康克游对他在担任监狱长期间 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在1975年到1979年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统治期间 据信有170万人被杀 怜河